距離台中市中二選區補選跟無黨籍立委林長佐的罷免案只剩下十一天 民進黨候選林靖怡打出了總統牌營造團結氣勢 並結合林長佐要共同打贏選戰 對手嚴寬恆則勤跑基層 在最後關鍵時刻要握遍每一雙選民的手 進場守護 終結惡鬥 台中市第二選區立委補選進入最後倒數階段 身兼民進黨主席的總統蔡英文帶領競選團隊營造團結氣勢 民進黨中二選區立委補選候選人林靖怡 呼籲選民用選票終結台中地方勢力的欺壓 並向台北中正萬華區的選民喊話 讓林長佐留在立法院 終結停止扭轉地方邪惡的家族勢力 不當的家族利益 盤踞在地方那個永不離開的惡靈 這是非常重要的時刻 那我們一起在一月九號把長佐留在立法院 把我送回立法院 民進黨結合五黨籍立委林長佐希望共同打贏一月九號的中二選區補選 和林長佐的罷免案 國民黨候選人嚴寬恒則勤保基層來到台中 烏日區民到花園市場掃街拜票 日前公布的公託公佑證件被質疑是抄襲民眾黨立委高鴻安的公聽會發言內容 嚴寬恒強調 只要是對國家社會有幫助的事 未來都會與民眾黨保持合作關係 距離一月九號補選只剩下十一天 藍綠都把握最後時刻要爭取選民的支持 記者李信王新忠 台中報導